最后,你将在究竟本质的不喜之流中,达到自在的状态。 每一天,你都要去检查自己应用教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你多长能够控制你的心,以及你有多少次落入负面情绪的控制。 如此,检视你的进展,将有助于减少你对今生俗物的执着, 增长对教法的信心。 如果无法掌控自己的心,那么即使已经研习众多经典, 遇见众多上师,对你也没有真正的帮助。 慈心的力量 在大乘之中,除了利益众生之外,你怕。 因此,不要让你协助他人的盔甲变得太小。 佛萨修行的本质与精髓,在于超越我之,彻底奉献自己来服务他人。 此一修行是以你的心为基础,而不是以外显的行为为基础。 真正的不失是了无执着,真正的持戒是了无贪欲,真正的忍辱是了无诚恨。 最上说着甜言蜜语,但没有帮助他人发心,那么甜言蜜语是毫无疑的。 菩萨用语言带领人们走上解脱道,起先,他或他会说一些令人们感到快乐的事情和故事,来开启他们的心,然后逐渐地,善巧地介绍佛法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治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 两者虽数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地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观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风硕亮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他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宣指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来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妖宁一同加入护士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士华博博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护士博補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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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子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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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